MING PAO TORONTO YO 欢迎各位收集中佬TV财务片 阿斐专攻第一场又来了 这次第一场五班1200美赛事 阿斐提供的马匹已经是迎光幕 见到这麽多马匹 注码有限要筛选三个马匹 于是气氛进来了 最佳同情那一下 就是9号的平山新星 首先要讲一下他 下来看一看 一半一两季比较厉害 但点进去看一看 最美马房今次 上次赢马那次已经做出成绩 1分10.59是3月份的 那时就是赛绵少配搭他的1.21磅 今次是1.26磅加利 但见回了 这几次120多磅的情况下 成绩是1分10左右 1分10.6或者1分10.3 成绩是平平无奇 然后最快起来就是正中美马房 正中美马房 下来已经倒数了第四位 一贯4 然后是三季 那次就是谷草的战绩 已经是比较输 进来看一看 而且这次赢马房 比较逸选 所以你会发觉 我不会提高它 因为时间是近期成绩 你会发觉 全部都是1分10多 情况下 默默见数 加利今次重磅到126磅 还要跑过6磅 也在中间位置 所以我不会提高 9号的平山新星 这只不要的情况下 因为用来对比 1号的佳尊三 对比的情况下 你看到 潘顿肯定是好少少 但是今次135磅 重磅 苏偉然那时 看回同情资料时间 出来的时间 那次潘明辉 185磅 落下来 然后蔡明晓 16磅 成绩都是强妻人意 这次重磅了20磅 这次跑过8档 苏偉然 进来同样看回 马房 都是比较坏的 都是在下方倒数上来 然后赢得不算太多 加上 看回 轻磅毫无见数的情况下 拉下去看一看 之前 霍云升122磅 6磅少少少 在外档的情况下 出来成绩1分11点多 然后全部 1分10.8 1分10.1 那时小档 霍云升 出来成绩1分10.5 这次8档 还要重磅了这么多 虽然是潘顿拆期 但是 因为我发觉 这次买回近期 拿回10月30日 3.1谷草那次 对比情况下 还有 50谷草那次 因为近期 9月份 10月份 真的成绩一般 重磅了这么多 动摇 加砖3 我不会选择情况下 因为对比之下 拿回旅游特人 旅游特人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 最快的时间 1分09.93 而且 你见到 末段时间最快的 是他 22.41 末段时间比较好一点 对比 看回这两个马匹 就是加砖3 和旅游特人的对比 我发觉 直接拿近期成绩 那个 麦利奥 17磅 今次 填坦1.18磅 差不多 那次实在档位 今次9度档位 好档少少 那时 拿回170谷草那次 24.22 然后加砖3 24.33 好少少 起断 然后末段 差少少 23.2 加砖3 好少少 到22.7 出来的时间 1分10.7 比旅游特人好少少 但是 再看回 麦利奥 今次同样填坎 100磅 但是 加砖3 今次对比之下 是重了20磅 潘盾 所以基于 那个磅数问题 和这只马 全部都是 慢步速马匹为主 起来几次都是 这个正常步速 但是 加砖3 是慢步速的近期 所以 对比之下 前边1号 9号 两只马 我还是不会要的 所以 我就不会选了它 另外 选择旅游特人的原因 因为是马房部署 是一样东西 骑链表 你可见到 锤鱼石马房 今次 1号 第1场 第4场 第8场 第9场 共通点都是1200米 近期马房 应该都是部署1200米为主 才出这几只马 同样黄牌那两只马 都是五档马 五档马之余 同样是第一场 黄牌是一选 然后二选 第4场 所以 田太安拆旗 轻绑 锤鱼石马房 12号 是阿肥第一只推荐给大家的马匹 选完一马匹 第二只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11号 俠金王 俠金王 近期11月份 那下的时间 对比一下 因为这只马 相对性 叫快步速 因为红色 这里显示了 但因为拍12档位 今次拍5档 你可见到 拉下来 看一看 11档情况下 都要快步速 最拉下去 看看 不过是一年 谷草 263 赫米连太奇那次 129磅 情況下 丁冠熊马房 你可见到 9档都要快步速 为主 拉下去 三档 同样都是快步速 同意 拆旗指示 所以我发觉 丁冠熊马房 必须爆起这只马 比较好一点 今次拿过5档 因为对比之下 这只马匹 快步速 然后 反过今次是5档 不过今次 起回去 全部马匹 都是122磅 拉上去 然后 而今次 换了是班德里 120磅 同意减了2磅 轻磅 所以 水平马赛事来说 丁冠熊马房 这只5档 合金王 是阿肥的二选 因为快步速 同意我看到 档位 应该说 档位 不去输 出来成绩 做造过是1分0917 然后 或者 五档 都做造 一分一十 刚好 一分一十多一点 于是 今次 多次机会 丁冠熊马房 然后 11号的合金王 是阿肥的二选 好了 三选情况下 因为 水平马赛事 方家派配何杂瑶 必须要推介 因为菊草 点进来看看 有件事 发觉是大战眼镜 就是了 你发觉近期成绩 菊草 697 这次 在霍云星刷棋情况下 12档位 做出来成绩 1分10.15 对上一次 菊草已经是雷神刷棋那次了 拿一档 今次同样拿一档 但双隔时间太远了 就 这种故事是何侄要拆骑的 十二档位外档 出的成绩是1分10.15 这次拆骑配搭了 变回电信飞弹是何侄要拆骑的 雷神那次坏的原因 看一条影片就知道 我会让大家看一看 赛事同温和巡邻影片 大家会更加清楚 一档就是 这次是电信飞弹 那时就是雷神拆骑的情况下 被人撞了一下 整件事没有问题 中矩中矩 到这里依然是占仙 是内栏的 一样是没什么所谓 没有力达到它 都是一二三明天内 到这里转弯也是可以 但为何到这里呢 我发觉开始是输舌 到100米拆骑那一刻 好像完全没有反应 被人后来居上 大家圈一圈 后来居上那只 这个给大家看 这只圈着那只 就是何宅拆骑开的那只 是劍在九天的 好了 再看一次了 外栏那只 就是12号 这只劍在九天 就是何宅拆骑的 在外栏的5号码 其实整件事是输舌了 直接在后边 转了弯的了 这只劍在九天 整件事在外边的情况下 其实它是输舌了 比里面这只 8号的就是电信飞弹的 但是拆骑那一刻 现在发觉了 何宅拆骑 放得明显是比雷神好很多 所以最后 100米高下 我发觉雷神有少少拉马炎热 或者不准力去拍拆骑 你看 5号 何宅拆骑到它 是这样 哪只马 是这样拆骑 所以最后 拿了第三名 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今次阿肥 发觉 方家拍 今次配了是何宅拆骑 我发觉这只马是阿肥的三选 因为拍了一档 我发觉何宅拆骑 方家拍 因为在5.5 它已经是第二选 在谷出来说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场 就是12号旅游担人 11号的合金王 和4号的电信飞弹 好 如果大家喜欢中老TV 阿肥专攻第一场环节 记得点赞我们的频道 支持一下 是这样 拜拜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